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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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你要是有什么话 和公主说 就一定要快 咱们只有一个时辰的时间 一定要再被别人发现钱 赶回去 嗯 姐姐 姐姐 我刚才听说 父亲要把你嫁给余思寇 你说什么 余思寇先前两位夫人接早逝 如今又要迎娶济世 父亲是再三退聚 皆不能辞 只好 应下了 我现在就去找父亲 我的好姐姐 余思寇对父亲有提携之恩 又位高权重 孙者求婚 余情余礼 拒绝不得 姐姐 不如你给公子娇写封信 她毕竟是赵国的公子 若真心愿你 必定设法转华 秋月 你帮我 嗯 静闻婚事生变 欲与公子相见 今夜此时 城外十里天 万无事约 起 秋月 快帮我送出去 嗯 公子 保守 半夜三更与人私会 若是传出去 有辱佳身 穆金 房间传闻于是寇虐妻成细 两人妻子皆是横死 我若真的嫁给了他 那才是有怀家族名声 更何况 我和公子娇早有约定 娶妻如何 匪媒不得 别说是一国公子 就算是平民百姓 也得听父母 尊六礼 你今天晚上 想要跟他私奔 还说不会有辱加生 公子答应过我 他会向王上请婚 正式迎我入门 今日 我是向他求助 绝不是私奔 不是私奔 这是什么 这就是证据 为何会在你的手里 人家亲自送回来了 放下 这是羞傻的 小婶 谁给你整个大胆子 放开我 丁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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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敏 你不能独断专刑 我要告诉父亲 你放心吧 你这辈子 也见不到你的父亲了 放开我 动手 你们干什么 你们这是干什么 你跟你娘一样 放开我 都是贱佩子 快点把他给我扔下去 你这么做 父亲不会放过你 不要 不要 放开我 你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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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我打听过了 今天是御氏爱女出嫁的日子 来来往往的客人很多 不会有人注意到你 不过 你刚从鬼门关捡回一条命 真要回礼府啊 这是我家 我不回来又能去哪儿 更何况我娘还在府上 我更想知道 到底是谁 泄露了我的行走 好了 我都劝你半个多月了 你还是非要回来 我是怕 怕你没命啊 人不能糊涂地活着 我定要求个清楚明白 对了但说 你知道今天的新郎是谁吗 小心点 来来 这边这边 滚架 一群废物 叫你们好好看着 居然让那个丰富跑了 今天这么多贵客 唯一冲撞哪位客人怎么办 他再怎么疯 也是家主宠爱的妾 也算是半个主子 我去 我们哪儿改啊 主子 那是以前 我知道他在哪儿 走 恭喜李大人 恭喜 恭喜 恭喜李大人 恭喜 多谢 多谢 里边请 里边请 您这边请 主母 出事了 走吧 家主 后院有事要处理 我去去就来 那你快去快回 李大人 李大人 恭喜 恭喜啊 多谢 多谢 您可别怪我们 要不是大小姐与人私奔 惹了家主厌弃 您这到处乱跑 冲撞了喜事 难怪主母不发怒 多什么嘴 都小心着他 别惊扰了前面的客人 快点 站住 站住 抓住他 主母 主母 求求求你告诉我 厚兰在哪儿 厚兰在哪儿啊 厚兰在哪儿啊 这件事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 厚兰与人夜奔至今下落不明 整个邯郸都知道 你再问多少回 也是改变不了的事实 不不不不 厚兰不是那种不知分寸的孩子 他不会跟人夜奔的 更不可能做融合李家门风的事情 一定是出意外了 求求你 求求你 这些都是我不好 都是我的错 是我没有教养好女儿 给你添麻烦了 求求你饶过后来 告诉我他在哪儿 你真的想知道 他在哪儿吗 我来师做牛做马 报答你 求求你打发慈悲 做牛做马 看看你的脸蛋多漂亮 哪儿像是伺候人的人啊 我这个人一向是宽以待人 用不了那么高贵的牛马 不过 你想见面 并不是不可以 你可以让我见到女儿 弟儿我都替你选好了 很快 你们就可以见面了 就可以共享天文了 今天是绣玉的大日子 我就委屈你了 送他上路 珠摩 走 不 不 珠摩 不 我不 一书天长地久 二书白头偕老 三书长命百岁 四书 母亲 看你笑的 得偿心愿了吧 母亲 我舍不得你 哎呀 我的傻孩子 什么事情都不要风风火火的 要微不徐行 姿态咸崖 从今以后 你的前途一片光明 不要辜负了母亲 对你的一片谋划 是 女儿记住了 我要见家族 家族 放开 母亲 放开我 昊蓝 母亲 母亲 放开 放手 昊蓝 母亲 母亲 昊蓝 你们干什么 放手 し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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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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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来 娘 母亲 父亲 母亲 母亲 真是命大 居然还活着 高明 你吓了我母亲 高明 你杀了我父亲 是又怎样 本来都是好好的 如果你嫁给了余思寇 兴许能够让你娘活命 毕竟是个彻招 可惜你不听话 都是你自己造成的 你是故意的 这场婚礼 从一开始已经是金星射箭 我要去告诉父亲 我一定要是告诉父亲 你怎么到现在还不明白 如果不是你父亲默许 我能这么干吗 不 父亲他不会 父亲他那么疼我 他绝对不会不管 李氏家风轻正 谁让你与人私奔 现在家主不想再见 连余思寇都不要你 只能麻烦我 再给你找一个去处 押走 高明 是 高明 大总 放开我 父亲 父亲 恭喜恭喜啊 恭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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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你不会啊 博卫遇刺 速速捉拿凶手 若有知性不报者 冲罪论处 是 是 快 快点 追 是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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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站住 站住 在这边 追 快 快 站住 站住 冲爷 冲爷 我们到你了 里面有客人不能进 出来 谁啊 半夜扰人穿梦 侍卫何故呀 国欲赐 我们正在捉拿凶手 可曾见到 有陌生人进来 大家都看见了 这里只有嫖客 没有刺客 我见你面生 说不定就是你 桃耀 他说我是刺客 你说呢 说不准啊 是你发出命的时候 去杀了人呢 不不不 这是邯郸有名的大商人 吕不韦 怎么可能是刺客 一介低贱的商人 你还挺狂 就从你查起 来人 带走 是 谁敢 一个粉头你也敢叫下 不要命了吗 成忧 勤名古色 游媚富贵 入后宫便诸侯 为赵国打探消息 立下汉马功劳 谁敢瞧我们不起 便是你邯郸成首 亦是我群下之客 回头我吹吹风 准让他搁你的职 你 一家人 一家人啊 和气生财 今天发生的事 一个字都不许向长官透露 当然 当然 走 等等啊 我送你下楼啊 哼 我替你解了围 你要怎么谢我 赏你的 来 这谁啊 那可是侯气的卫国大商人 吕不韦 不依匹夫 这小子 你还不知道吧 他呀 每天都来 将这货物啊 横扫而空 这易货市场 还没有不知道 主人 到了 这下个火车 还有人肉凳呢 一个商度 且有如此败差 狂啊 让一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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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郁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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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凝聚而成 即天地之精华 有谁可曾见过 这西式珍宝啊 真是个本来啊 为了配得 这世上独一无二的明珠 我用了名贵的木兰 加木雕 香薰半月 包括这盒子上的雕刻 都出自名将之手啊 你看一看 现在大家可以开架了 这么多 来 这个数 再加上这个 来 来 来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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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数 看着老师 这个数 你又知道 来 来 来 行 我行 他出价还是太低 卫国商人吕不韦 出价一千斤 升二十头 仅一百匹 好好好 吕先生出价最高 好 余先生 我的宝物归你了 让一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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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明珠 就罢了 我买的是这只漂亮的盒子 卖独还珠 卖独还珠 这天底下居然还有这种啥 这么好的珠子不要 居然又一个盒子 这就叫舍本竹墨 弃竹求刺 是啊 让开 让开 我家主人 尤晴吕先生 请 为之贵人邀请 有何指教 就是想问问你 为何只盯着那精美的匣子 而忘了那西式珍宝啊 世间明珠千万 不过多了三门传说 便成了西式珍宝 世人夸得天花乱坠又何妨 在吕不韦眼里 终究是个平平无奇的珠子 那那个匣子 又有什么特别的呢 平常人眼拙 雕刻匣子的 不是寻常木兰 而是酱香黄谈的 这种木菜 长于高不可攀的悬崖之上 本就是价值连城的好宝贝 更何况 更何况什么 只要吕不韦心头所好 别说千金 万金又如何 对 心中所好 万金也值 吕先生 珠子既已卖出 哪有退还之力啊 您还是一块儿带走吧 雷赘 主人 珠子亮堂堂的 带回去 当灯用也行啊 吕不韦 喜欢的是这匣子 既然诸位 如此喜欢这颗明珠 那每日四时 我敞开大门 奉上明珠 大家可以任意参观 好 好 好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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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金买珠算什么 千金买毒才是奇闻 吕先生慷慨展览 必将宾客云集广为宣传 从今以后 吕不韦三个字将名扬天下 是 真诚效大人 诚相大人 是 没办法 拜见丞相大人 拜见丞相大人 吕先生 你的拜帖我接下来 改日 府中一叙 恭送丞相 书位 诸位 大家听我说 天下第一的珠子 你们已经瞧过了 人中明珠你们可否见过啊 没见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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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大家可以见一下啊 今天我带来的这批货 大家要是没有看就走了 你们一定会 悔恨终身的 来来来 站上来 快点 走 你看看 你这么偏心啊 咱们看看这个怎么样 我出三十斤 三十斤 五十斤 五十斤 撑架 是啊 后面请 谢谢哥哥啊 来来来 上来 看看去 来 这位姑娘有谁要出架啊 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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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 都往前走一步 快呀 都给我敲 吕先生 您慢慢敲 看上哪个 您告诉我 我出两百斤 您太有眼光了 就是她了 我要的是她 吕先生啊 这位姑娘本来是要卖往齐国的 但是在路上不慎摔下马车 龙烟受损 辗转几处都卖不出去啊 所以今天才让她来凑个场 您看您占二百斤 都可以买这四五位决策下历了 您看您 需要她 这个 主任 如何 牙上收了一百斤 绝对收口如瓶 看明白了 对 这就是我自编自演的一出大戏 什么买毒还猪 公开斩卖 不是为了民主 也不是为了木毒 而是为了名扬天下 靠这一场大戏啊 丞相府便收了败帖 主人又能借由展览 广交宾棚 可谓一举两得呀 今天何止是赢得了天下巨富的盛名 我还赢得了一位聪慧美貌的佳人 主人 她面容如此丑陋 怎么值两百斤啊 主人 如此害人的伤疤竟是假的 瞒天过海 故意装作受伤的丑女 是需要没人埋你 可惜啊 我吕不韦贱美无数 又怎能逃得过我的眼睛呢 回复 主缘 主缘 带她下去安顿 诺 我先带你去更衣 这女子不思寻常人 四得决 主人 查查她的来历 诺 不过主人 您如此高调 国卫府失窃的事 他们会不会怀疑到主人投仗 那老家伙为了得到珍宝 不惜月火杀人 我不不是有样学样罢了 若非如此 我又怎能轻易得手 对 若她敢于泄露 怎么会只说抓刺客 不说抓盗猪贼呢 明珠失窃后流入市场 被我堂堂正正买下 又以何惧啊 主人高解 主人 消息查到了 主人 您买这名美人回来干什么呀 只是莫名地觉得她很熟悉 主人 主人 那位姐姐从来到府上就病了 病了 阿月请过医师 她确实是病得不轻 什么病 她不吃不喝 不哭也不笑 简直就像个泥人 医师说她这是心病 算我求你了 阿姐 多少吃一点 你这样不吃不喝 真会送命的 今日的生块鲤鱼 是刚打捞上来的鲜鱼 她还是不吃 听说你得了心病 想死啊 我是商人 不是大善人 你看看你 除了空有一张漂亮的脸 什么用也没有 还整天哭丧着脸 仰条狗还知道看人家护院呢 你能干什么呀 不吃东西什么 谁会心疼 不吃东西 李浩蓝 你到底在别扭什么 你知道我是谁 原来你会说话呀 我总得查查你是什么来历吧 我总得查查你是什么来历吧 一个心如死灰的人 不会如此愤痕 与其绝世复死 还不如老老实实告诉我 你心里到底有什么心病 我告诉你 我告诉了你 你又能替我解决问题吗 我是商人 无力不起早 看你如何回报我 只要你能达成我的心愿 我可以答应你一切条件 所以你不想你到他了 真的 一诺千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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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来 主子 您看这块玉 晶莹剔透 可偏偏却多了这么个小斑点 这完全不值钱了呀 放在店里这么久了 一直无人文静 您看这如何是好 你看这斑像什么 这斑 像泪水 一颗十足的美人泪 你去 请最好的工匠动手 把这块玉 雕成一尊 锤类美人 不出半月 必定以五百斤的价格收出 主人 您可真是慧眼食欲呀 我不光有看玉的慧眼 还有一双看人的慧眼 你答应过我 我答应过你 今天一定做到 恭迎贵客 请 请 离边请 贵客 您请看 这如侠似火的簪子 嵌的是红宝石 还有这个 这是京香玉的镯子 还有这边 您这边请 这玲珑剔透的 是水晶石项链 好看吧 这不瞒您说啊 这宫里头的嫔妃是妇 那都是咱们店里的老主顾了 只因咱们店里头卖的呀 那都是眼下最流行的饰品 绝对的独一无二 看您这身份尊贵 不如到里面雅间 咱们慢慢地挑选 这除了珠宝首饰啊 像这个齐国的博士罗丸 楚国的精美刺绣 这燕国的粘球毛布 甚至连西方各地的珍品都有 应有尽有了 公子 君 去吧 里边请 公子 浩兰 浩兰 你怎么在这儿 公子 高氏手中的密信 是你交给他的吗 我根本不知道这件事 绣于没有把信带给你 没有 我根本就没看到他 果然是他 公子 绣于和高氏联手 误信我和人私奔 将我逐出了李家 还杀死了我娘 公子 请你帮帮我 浩兰 我帮不了你 这世上也没人能帮你 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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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非但与人私奔 还冤枉自己的母亲和妹妹 你可知道这世上还有廉恥而自 公子 你为何如此相待 因为我相信绣于 他天真善良 天天惦记着你 还让我满汗丹地许人 可你一出现 口口声声都是指责 哪里还有半点姐妹之情 姐姐 你到底发生了何事 怎么会犯下如此大错 你可知父亲都气得病倒了 原来如此 原来如此 公子 你什么都知道 却还是娶了他 我娶绣玉 又有什么错 你我踪脚之业 倾心相许 那时候你就说了 此生非我不娶 若有辜负 万简传心天地不容 如今你忘记自己的事业了吗 属下知道 您和浩兰两情相悦 但她的生母 只是一个低贱的妾室 对您的大义毫无帮助 秀玉就不同了 高氏出身 世家大作 她背后的势力 对你大有弊异 可我爱的是李浩兰 我答应过她 今生今世 绝不辜负 现在她声名狼藉 公子怎能共沉沦 您的报复呢 您的大业呢 赵国和一个女子孰倾孰众 您分不清吗 我心悦之人 本就是秀玉 而非品性恶劣的你 本打算替你说情 现在看来 沦落到现在这个下场 完全是你咎由自取 公子 公子 姐姐实在是可怜 现在与生名狼藉 无家可归 可否请您收留她 我回去慢慢劝说父亲 等她回心转意 就接姐姐回府 无须惺惺作弹 说什么我与人私奔 说我不知羞耻 简直华天下之大计 若是我有错 就错在我眼芒心芒 我心错了人 自古云奔不入宫门 我不会收留这种女人的 你看你们二位 一个虚伪 一个骨齿 可见宫门藏屋纳垢 便是你有朝一日跪着求我 我也不会入 我 你干什么 你寻死吗 你跟我说过的话 全都忘了 我不是大善人 凭什么白白养你这么多天 实现了自己的怨务 就要把我一脚踢开 天下哪有那么便宜的买卖 你后来 听见我跟你说的话吗 听见吗 跟我来 看见了没有 你往下看 看 认真地看 看清你自己 你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蠢货 一个失败者 我第一次见你 以为你跟我一样 眼里有薄薄的生机 所以我才买下了你 以为你是块可以雕琢的美玉 可现在我才发现 自己看走了眼 什么狗屁的美玉 你就是一块丸石 一块丸石 上天很残忍 不会因为你天真 就好好待你 一个半点打击了禁不起的人 一辈子只能做一个废物 我有努力 我一直在努力 可最后得到了什么 家 亲人 你知不知道啊 我什么都没有了 连我的生身父亲 他也要主我出府 成功是因为你勤奋和努力 失败就是你愚蠢和懈怠 事实证明 你努力得还不够 别给自己找借口 想要活下去 就劈着盔甲去战斗 而不是在这里搏铜去 如果刚才你死了 会不会遗憾 会不会痛苦 你这么废物 不死也害人害己 主人 您是不是说得太重了 李赫兰 你若是觉得活得太痛苦 我不拦着你 但如果我是你 我绝不会因为那些人去死 这个世界不是他们的 是我的 看清楚了 这辉煌的城池 都是因为我而建 这广袤的土地 等着我去征服 日月新城天下万物 都是因为我而存在 他们只是我的陪衬 就因为那群蝼蚁 想左右我的生命 总有一天 我会把他们全部都踩在脚下 你就是个彻头彻尾的疯子 我只想让我母亲活过来 我想回家 我想回家 没有家了 你唯一的亲人已死了 该说的我已经说完了 你现在去死吧 直接从这儿跳下去 一两百两 你所有的仇人 为此高兴 少了一只碍眼的虫子 不过我告诉你 你欠我很多钱 这辈子还不了 下辈子记得做牛做马 再来还我 你再来 初晨 他不是着急寻死吗 一切与我们都没关系 刚一成婚就到处乱跑 公子也不管怪你 他呀 整日都在忙自己的事情 哪里顾得上我呀 母亲 我今日来 是要找你有急事呢 什么事啊 心急火燎的 我遇见他了 真是阴魂不散 居然还敢找上公子 浩兰 母亲 您本要送他远离寒丹 可是兜兜转转的 又给回来了 我也真是不明白了 您为何还要留着他 我告知你父 王室失足落水身亡 他已经开始起疑了 如果昊 如果昊兰死了 倒是便宜他了 你父亲 你父亲要是回过味儿来 知道这一切都是咱们策划的 那会不会 若他死了 你父亲念起往日的妇女之情 会牵怒于我 可是他活着 就是李氏的最大耻辱 你想啊 这桩婚事 于思寇已经勃然大怒 我倒想看看 是他宝贝女儿重要 还是他明日仕途重要 不过秀玉 还是不想留下这个后患 那你想怎样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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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